好,这节课我们来讲解一下 Redux Immutable这样的一个第三方的模块 我们打开之前我们写的代码 翻到这个Common下面的Header下面的Index.js 大家往下去翻 你可以看到啊 这里这个代码看起来很难受 为什么呢? 因为State是一个js对象 而State.Header是一个immutable对象 所以呢,你想去调用focus的这个属性的时候 你先得调用点,然后再去调用点get 它的数据获取的行为是不统一的 前面是按照js对象来获取 后面呢是按照这个immutable对象来获取 那么这个不太靠谱 我们希望把它统一成什么呢? 我们希望这个State也是一个immutable对象 而不是一个js对象 我们知道Header从哪生成的呢? 是从我们Header目录下的这个Reducer里面生成的 它调用了from.js 所以它是一个immutable对象 无庸置疑 但是我们说最外属的这个State 它是从哪生成的呢? 其实我们关闭掉Header 我们打开根目录下的store这个文件夹 State是在哪创建的呀? State的初始值是在这个大的Reducer里面创建的 也就是这个Reducer里面的初始值 是State对象对应的数据 那么我希望State变成一个immutable的对象 该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依赖一个第三方的模块 叫做Reducer-immutable 好,首先我们打开我们的命令行 关闭一下服务器 样 add一下Reducer-immutable 好,这个时候已经安装好了 我们重启下我们的服务器 然后呢,我们这么来写 打开我们的代码啊,在这儿 以前我们的combine reducer从哪来的? 从Redux里面来的 现在我们让这个combine reducers从哪来呢? 从Redux-immutable里面来 Redux-immutable提供了一个combine reducers一样的函数 这个函数生成的这个reducer 它里面的数据内容呢 就是一个immutable的数据内容 好,这么做就OK了 那改完这块的代码 我们到页面上来看啊 大家会发现页面就爆错了 那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改一下我们这个header下面的代码 我们关闭掉这里的文件 在这儿,这是common下面 header下面的index.js 这个文件里呢 现在最外层的state这个数据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immutable对象 那么在这儿我需要调用get的方法来获取header的内容 保存 然后呢,我们到页面上刷新 好,再去点击 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样的话 我们就让state也变成了一个immutable对象 那么整个对这个数据的操作 我们就统一了 都是通过immutable提供的这些方法 对数据进行操作 那你可以看到get可以联系 当然呢 你现在要取的是state下面的header下面的focus的这个属性 其实你可以换一个写法 state是一个immutable对象 immutable对象里面还有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get in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接受一个数组 我可以把header传进来 数组的第二项我传一个focus的 它的意思是 我从state里面取值 取哪个值呢 取header下面的focus的这个值 那它和下面这种写法是完全等价的 你可以把下面的这个代码删除掉 再保存 我们回到页面上 好,没有任何的问题 代码写到这儿呢 我们课程中最难的地方 基本上就给大家讲完了 因为在写header部分代码的时候呢 我们是从头开始搭这个项目的架子 那写到这儿 我们的架子基本上搭完了 接下来就是在往架子里面去填肉了 那这个过程呢 就会简单很多 好,最后呢 我再给大家讲一下 immutable.js相关的内容 我们可以在百度或者google里面去搜 immutable 然后呢 我们可以找到immutable的官网 我们往下翻了 我们找它的英文官网 当然这个时候可能需要你翻一个墙 当然不翻也OK 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点击它的docs 看它的文档 大家呢,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文档里的很多内容 那我们呢,之前写的内容 我们可以在这里搜 from.js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用了from.js这个方法 那它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你想具体的了解 大家可以在这儿仔细的阅读相关的介绍 我们还用了什么 大家想一下 我们还用了get这个方法 在这儿 get in这个方法 也在这儿 随着课程继续的学习 我们还会用很多新的方法 那如果大家对immutable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写代码的同时 自己过来过一遍这些API 这样的话 你可以想出和我不同的其他的immutable使用方式 这节课就到这里 大家加油